恐怖 大家好 怎麼稱呼 駱海鵬 駱海鵬試駛 最近怎麼樣 考完試了嗎 考完了 上班 上班嗎 你不是提到他上保險嗎 對呀 上保險 我不買的就行了 我沒有銷售過 你試試銷售過 我沒有銷售過他們 是嗎 你有沒有說 不是 我問你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看Facebook有一段影片 他說是講一個美X物業 他有一個很爆發的經理 你會有遇到這些人 即是捉你的錢嗎 有嗎 我現在就不會有人捉我的錢 他是Facebook 即是你賺到就賺 對 我是演唱藥 但你有沒有聽到 長工的人說 哇 老闆瘋子 無緣無緣無緣無故 首先你有沒有看過 今天美聯物業 我剛才不說了 那條影片 今天那條不是 沒有空 其實有很多人未看 剛剛上了 就是一間地產公司 是 開一個會的時候 老闆跑出來 你們是漢狗嗎 能不能找到上班 幹什麼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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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找到上班 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這麼有型的 你幹什麼 很容易入戲 你幹什麼 很容易入戲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這樣傻的嗎 我不相信一個文明的社會 還會這樣幹什麼 大家聽一點 多事 沒有人再開一個單 你沒錢 你沒錢 你長腿 怎麼做 她怎麼幹什麼 親自又不會 搶單又不會 甚麼事也不肯 洼湯湯 幹什麼 ע advent 他很誇張 你有沒有聽過你公司的同事,即是長工那些說,老闆有屌,就像剛才那些人一樣 沒聽過 其實做保險都頗慘,經常要開單,其實長工那些薪金應該不是很高的 他們吃都是吃委員工那些 或是大人,吃下面 對,或是他們吃他們的那些人 像陳額式那樣吃 你一小下面,下面不做你吃屎 是你嗎? 對 一定要做,我感覺到吃不住你 那你在公司有什麼投訴嗎?還是你學校有什麼投訴? 我不是,其實剛剛聽到Manny打算來說,那些人的虐待動 我剛好星期二日跟教會班上去吃好笑的 就是見到一宗,即是我見到年輕人來的,十幾尾,二十頭 是 我想著,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傻的狗呢? 我完全… 真的要說出我的男人,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傻的狗呢? 他在做什麼呢? 那時候在燒,然後我看到一隻玩具貴虎狗 其實玩具貴虎狗其實很漂亮 是,很有趣的 他已經弄到毛殘了 很殘 算了 他給那隻狗擔 神經病 哇,這些是教的小孩 哇 他教的那隻狗 我眼睛都凸了 哇 他被他擔完之後 玩完一輪,自己吃完之後 是他養的那隻狗,是嗎? 你看得出 是他的朋友養還是他養 是一群MK者 是MK人 他養了幾個對著狗群二就演 不是吧 這些小孩是有問題的 怎麼作出的? 因為小時候覺得很帥 帥什麼? 不是,那些小孩會怎樣 你不敢對著烏鷹噴? 你不敢對著蟑螂噴? 因為那些人覺得欺負到一些東西 你明白嗎? 他們覺得欺負到 他的自信心不夠 所以要這些拿回自信心 所以這些人不覺得自己很硬 那些人很無知啊 神經病的 你小時候沒有見過這種人嗎? 沒有啊 我真的沒見過 在街上 你特別是看到那些街 在街上駿著7 OK的門口那些街童 其實很多都會去做這些東西 真的 我真的見不少 可能我住在周末平 我身上駿著大嘴的 那大嘴的地方是真的駿著 可能會多一些 這些人 所以我真的看到 那些人是很有型的 他們自己覺得 我又反過來想 其實不關地區或任何事 是個人問題來的 那也是啦 當然啦 如果你其實懂得去尊重別人 甚至其他東西 你尊重所有東西的話 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但是環境是有分途一些 就是令到那件事 很老實說 就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那些分區其實都有 有時候真的反映到 一定有的 那個生活水平 那件事 那件事 就是為什麼有人會說 深水泡一定是多偷攝案 那些多一些 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地方 很簡單 譬如我一連班 就在太古那邊讀書 那邊我很好 那間學校就很好 就看到很禮貌 但當我去到牛樓閣那些地方 讀書的時候 我開始第一次見到那些人打架了 所以那個圈子的人 他們那個 即是不幸運 他們真的在分區 有時候真的有不同的人民 即是不同的素質 即是不幸運 真的沒有辦法 即是不是真正的 只不過那個地區 那個人剛好是這樣 剛好是這樣 即是剛好才住 但這些都是教的問題 但要教很多 那些是整個區教的 但其實有沒有可以教的呢 譬如我對著狗噴煙 覺得很帥 然後給那隻狗擔煙 然後你其實有沒有可以教牠呢 沒有的 我們小時候怎麼學回來的呢 你不要虐待小動物 我們不會給那隻煙的狗吃 我們不會吃完煙噴那隻狗 那為什麼我們不會牠們會呢 那小時候誰教我們呢 肯定沒有人教你 你不要對著狗噴煙 想說世界上有百分之四的人口 是 有百分之四的人口 是天生缺乏某一些DNA 我這個聽過 是缺乏了同情心和同理心 我知道天生沒有同情分 那群人就是其他一群 但我覺得那些噴的小孩子 其實不是這個 他是無知和覺得很帥 是他覺得 他覺得 在這個情況裏面 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是很帥的 他經常這樣噴那隻狗 和有一群人 他覺得打一個小孩子很帥 這個是青少 青春期的 反叛 反叛 為什麼有一群人 會覺得 打什麼叛叛 跟我差不多年紀 差不多二十多了 那你有沒有問過 你自己 為什麼你自己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對 大家有沒有問這個 首先你對著一個人 你也不會對著一個人 你也不會對著一個人 那如果再問一條問題 就是如果你看到那群人 你想告訴他們這樣不對 你會怎樣說 你會怎樣說 對 如果那群人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跟他們說 你需要跟他們說 那倒死吧 對不起 那你也是有問題 你也是有問題 你也是有問題 對不起 你也是在咀咒這件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不要這麼衝動 其實很多時候 人在當見到一些 不正義的事件下 你覺得在這個大眾環境 覺得不正義的情況 你大多數第一件事是逃走的 不是 你沒有想起出來 可能現在會 現在是 但是你不會第一時間 是渴止這件事件的發生 是 為什麼 是因為你自己覺得 渺小和內弱 那你看看情況 我覺得 如果他自己一個人 他那裡整個 如果他二十個 你一個人 那我就走了 還有五六個的時候 你當他說 你這樣做不對 都會咬到你了 我先走 那這個 如果我看的話 當然 你不去阻止 可能是另一個問題 但他也是 為自己人 當然 應該有一個好做的做法 就是先報警 我意思是 你會選擇先去求助 然後再反應 讓你想 如果在這個情況 我們是羅海鵬 我們看到當日 有一群人 羅海鵬 我們有 不是你們 是他們 對面 對面 15個以上 15個以上 這樣 在這裡虐待自己養的狗 不是 自己養的 不是野生界 自己養的 不是野生界 你們會怎樣做 我想問 我有多少人 現場在哪裏 石澳 不是石澳 燒烤爐那裏 有多少人 我們 三男三女 三男三 那我不會做任何事 老實說 我不會做任何事 這裏都有些女性 對 如果我有15個和15個 我都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兩句 全男班都可能會出聲 但有女性 有女性 我覺得有部署先 想先偷拍下去 偷拍下去之後 然後現了報警 當我空的時候 主要答問題是 他這樣做的狗 其實你很難說什麼 什麼很難說 為什麼很難說 問題是 其實你想想背後的目的 目的只不過是 我阻止他不會再這樣做這件事 我不是想警察去起訴這班人 只不過我阻止他不會這樣做這件事 首先我跟他說 當然我保護警 我打著還是地上 打糾我的時候 警察都會過來 都會打糾硬你 打糾硬你 打糾硬我的時候 我不是在犧牲少少 但可以起另一條罪 可以進去 剛剛那次 那都是你會考慮自己的安全 還有跟他說的時候 離遠一點 不要那麼近 OK 我大聲公 走都沒有離開 不是啊 錢呀 聽著 你不要再搞他 我不要找這個警察 某程度上是一個阻嚇承作 阻嚇他而已,你不是要消滅他,不是要Tamblader 其實再想一想,其實都是要斬腳趾,比如說很重 想一下,其實你好,報警了,叫他不要搞那隻狗 他回去每天說 那好吧,他乖乖的好聽,原來整群很乖乖 一有警察來,他乖乖,不說不夠了,很疼他,不要騙他 你也是救了一隻狗一時,狗之後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要再想的,這是之後想的事情 但如果當時這個情況就是那件事 因為很簡單,你看警訊都知道 你見到警察打劫的人,難道在警察打劫 你難道不說嗎 不,你先打劫,先打電話報警 不會這樣,你都會在安全情況下報警 你都不會跑出來,你沒有打劫啊 別人拿槍進去,先打劫,我先打劫 那我開槍殺你,你先打劫,我先殺隊 那是安全情況下報警 其實這個情況,你報警,其實也是告訴你身邊的人 其實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你可以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做 很簡單,之前麥當勞那個女生被人打死了大陸的案件 就是那群人都很內疚,為什麼那時候不阻止他呢 那群人已經動手打到他流血了 而那群人看著他打死的女生 當然他們現在哀怒的時候,他們很後悔出來指證這個證人 但當然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 其實警察會不會受理的呢 譬如你... 應該都會的 就是他拿著煙噴的狗給狗吃煙 我覺得他會... 其實他們不會的,我之前有朋友試過一次 他會跟你說,你打電話去外活動物協會 我覺得他怎樣都會到的 打完之後... 我覺得未必到的 不如問問我警察的朋友一下 但是你說他處不處理到的,我覺得他處理不到 我懷疑他到的都未必到的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跟他說,他玩自己的狗就這樣 可能會跟他說那隻狗是他的 我覺得真的有權... 警察真的會說那隻狗是他,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們來到也做不到什麼 然後你說大一點 我看到他搞野生狗 然後警察來到,可能真的會來的 但可能會告你 你亂報假案 所以你要看... 最重要的是 當然警察你這樣說實事 他不會說你浪費警力 就算你幫不了,告不到你進去 你的目的不是告你進去 只是阻止他 不要繼續狗受傷害 你這樣做事是沒有錯的 你完成了之後他們會回去繼續傷害 之後再想 因為你... 你不是超人 你在這個時候做回自己 可以做到能力以內的事 可以阻嚇到他 至少沒有這樣再受傷 對,再受傷 等自己也好過一點 你看到有些不平的事 對,如果你不做 就像六四那樣 你都做不到什麼 我們出生後又怎樣 平反不了 但是我們要告訴別人 這件事是發生過的 對,我們要告訴別人 其實有兩方面交代 我沒有忘記 我一定要出來 去懷緬 就是不是叫懷緬 悼念這件事 記念那些曾經死亡的人 悼念 還有告訴下一代 有這件事發生 不是某些人說 沒有事沒有發生過 而且很死的 我發現我女朋友那段 已經不太知道了 而且我覺得不單止 是告訴下一代 我同樣也覺得 是告訴當權的人 我們是沒有忘記的 你不要借一些 借一些洗去 或者變本家 其實很多歷史 其實我們現在看的歷史書 或者歷史 其實可能中間是經過不同的年份 不同的朝代 是不斷地改寫 我們就是要阻止 不要讓他改寫這個歷史 當然很多人都希望 今年下年不用再去六四 因為平反了 我也希望 其實我今年有點害怕 你不如你一遍 你一遍 你先下一段時間 先下一段時間未睡著 先下一段時間未睡著 你睡著 加卡說完 我們年尾會佔中 有很多人都說會佔中 不要說我們 不能代表你唱 他這樣說 有人說年尾會佔中 其實佔中這件事 我覺得跟天安門廣場那件事 其實有點相似 如果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然後 中國那方面 成為第二件六四 對 可能有機會再次發生一件不愉快的事 所以我覺得更加應該 趁我們有機會去發聲的時候 對 對 劉海鵬 是 那這件事還有沒有其他事 投訴呢 有 剛剛說了幾件事 之前一個月的事 是 有時候我和一群朋友 逛街 在公眾場合 看到有一群人 在我報宴 是 在哪裡 是 我不太記得是銅鑼灣那裡 是銅鑼灣 總之是 宿內 公眾場合 然後我已經是 有朋友 頂不上 打電話投訴 就是打電話給警察 警察過來 剛才他說 你要找控煙辦搞 打完之後 就給你電話打電話 控煙辦 控煙辦說 你自己找警察搞定他 警察不會搞 我差我發誓 警察是不會捉食煙的 他只會勸了你 但他不會罰到你 只有控煙辦 只有控煙辦 是可以 嘩什麼事 不好意思 想說錯話 那最後你就被人踢來踢去 踢到最後怎樣 放棄不報 我只能放棄 我只能放棄 我喜歡問旁邊 兩妹不吃 我喜歡吃一口吹啤 嘩 你其實也是一個勇敢的小朋友 我和你同一個個案子 我也有一次在機報 新之城 新之城 擺明是禁煙 但大家也會吸煙 有一次我真的去報 我報控煙辦 又是被人這樣推 警察叫我講警察 警察叫我講控煙辦 搞定我 算了 這是我 幫我記下 幫我記下 我問了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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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用 我覺得不是 可能有些警察是很負責任 誰都過來幫幫你 我認識一些都是這樣的 他有這個責任心 但始終有部份的警察 或者你有部份做政府的 始終都是 我不想做那麼多事情 我打份工作 射給你 我們做台也是 打份工作而已 有時候都夠混淆 是啊 不想做都夠混淆 沒得說的 很難說 聽眾的Rap 那些我很用心 有課 那些 那些 用心的那些 大家又不欣賞 哪些 紙出來 對 那你那次就被人踢來踢去 最後就 一句就收了去皮 不是 一句大家收大家皮 是嗎 一句大家收大家皮 其實我覺得你也要 有時候 我覺得你是一個 勇敢的小朋友 但是 也有時候 要照顧自己的安全 我覺得 這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尤其是尤其是不出聲 又對 難道像九龍灣單位 那樣 你看到警察開槍 他就說 你不要開槍啊 你不要殺人啊 走啊 這樣 自己人生安全了 才做其他人 在安全的情況下 他做適當的事情 這個都要跟大家說 香港人好像不喜歡出聲 每一個香港人 你見到 在自己的圈子裡就算了 在自己的世界裡 就算了 即是有幾多個 好像很多市事件 那個人 那個淡定傘 淡定傘 去指出來 剛剛說 你想想以前屋邨那個年代 即是我剛剛住屋邨 還沒叫屋邨 我住大小的時候 那些大同新村 我是住那些 類似板間房的人 那些人來的 即是一間屋內 可能有三戶 三戶都會知道 大家是什麼人來的 可以不用鎖門 可以不用姓 其實大家都會相信 可以幫大家 這種味道 其實在現在 自從有些大型公公屋邨 現在很多人搬了出去之後 每個人都關門 你問 我現在只認識我家 旁邊兩個單位的人 去到遠一點 第三個單位 我已經不認識了 即是那個人情味 對面已經不認識了 那你誇張點 以前整條走廊都認識的 當然 現在對面已經不認識了 你想想以前說 我只知道對面有很大的臭戶味 那時候說 打機了 整班人衝出來 我以前住在警察宿舍的時候 很棒的 好到 例如你早餐 你的兒子喜歡油尖多 因為下面有合作社 跟合作社很熟 買給你 你兒子喜歡吃 當然買給你 很好 這種事情 現在的孩子 應該是完全感覺不到 現在的孩子 怕 我們以前 出門口 走廊 會跟人打招呼 現在這些小孩子 好像怕見到人 這樣 那沒辦法見到你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很多都是這樣 現在看到人 對 我是黑臉 很多看到人 他們其實是在避 看也不敢看 對 很鬼祟 做什麼 我又不是什麼 你問我 我都有 你同一架升降機上去 我當我住在28樓 你上28樓的時候 你擺明是28樓 但你不認識他 你會不會需要跟他說話 不會的 我都不會 我會選擇跟他 早上或者見到面 你當然 你小班都可以 對 你小班 明天出發的恐怖 反過來 你想想 你問自己 你每天出門口的時候 你如果碰到對方的時候 你會不會跟他說話 早晨 我會笑 我不會說話 我不會說早晨 因為我都害怕 有時候 不是你跟別人打招呼 是人家都害怕 人家都害怕你跟他打招呼 近來的敏感事 你說早晨 可能會害怕 你知道嗎 你碰我又害怕 我早晨又害怕 所以也不會打招呼 但也會微笑一下 其實你當我鄰居也不錯 你會見到我微笑 認真 我覺得現在這些年輕人 我當時做年輕人也是 可能你鄰居 你甚麼時候會跟他說 早晨嗎 你見到她是美女 或者是同年紀 我是這樣的 是嗎 你不是Yo Yo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 很正經 因為我住在德福的時候 原來我的朋友跟我說 有一個低級的女生住在那裡 挺漂亮的 是挺漂亮的 我平時不會跟鄰居打招呼 我看到鄰居 我突然跟他說 是同校 然後跟他打招呼之後 不是 平時 就是回學校只有一條路 剛才跟那個朋友 他搭另一輛車走 嚇了你 我小時候我都會叫 但現在真的不會 感覺是 你不知人家受不受的 感覺很重要 很多時候你打招呼 別人反而驚訝 準備要打招呼 你做甚麼 後來睡覺 我見到最變態的 是坐車子 那些經常坐車子 都可能會打招呼 有些乘客和司機都會打招呼 即是觀塘美夫 那些紅名都是這樣 不過我見到那些MK仔 那些 坐在那裡旁邊 我常常見到你 戴著鼓棍 學打鼓 這樣便會形式 扮演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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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認識 鄰居又不認識 反而有 有目的 我自問 我自己是兒童人Fan 我都做不到 從整個屋村的人 那層的人Fan 我都做不到 就算她和白眼琴朋友都無法跟鄰居朋友 對 不是認真的 基本上白姐姐都可以聊天 但都不可以跟一個 白姐姐怎麼可以聊天 是因為工作上 所以有些東西接觸 所以開始會跟白姐姐聊天 你和鄰居 你不會大家接觸同一個家 所以你是不會特別 因為沒有共同的話題 沒有一些交叉點 所以我們很難去接觸到 很難去說話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有很多借東西 即是借油借鹽 突然間那個兒子 譬如我也有試過 我小時候 因為我媽媽沒有空 要去打牌 很忙 路海鵬有沒有試過 你媽媽不打牌 不管你 他打牌 嘩 這個母愛很重 你媽媽 我爸爸上班 真的偉大 那時候真的照顧不到我 我只會馬上 我會不會收養著我 收養著我 他肚腩很有趣的 有這些情況 現在是沒有了 等等 你先說我吃煙沒有吃煙 算了 你再算了 所以有機會和你的鄰居 起碼不要說是船層 你對面那個 對面那個 真的打招呼 對 但你感覺我自己也不知道 做不得到 我也未必做到 好奇怪 大家剛好出門口 見到 打個面照 笑一笑都還可以 不如這樣吧 現在在線一點 我們從今天開始 試一下和鄰居打招呼 不要打招呼這麼快 我們微笑 微笑 微笑或者點頭 或者說個你好 開聲都奇怪 開聲都怪 因為最近敏感 我們慢慢來 首先就是一個微笑 好嗎 劉海鵬你也一起試吧 好嗎 我一向都有 但是不要 你怎麼教人啊 Eric 人家一向都有 我怕我會教鄰居 又說嗨 劉海鵬多謝你教我 這些是什麼 就是 你教他 你不要說嗨 就加他 我買保險 五人一線 必有其事就是你 可以嗎 謝謝 五人同行 必有一絲 我改了 吃字 OK 你是線低的線 那就算了 不要說那些 不認識的人 不要說那些 朋友 現在 尤其是現在我 這個年紀 周圍的人 都是 很多都是 很害怕多說 他得罪人 對 真的 現在的人不說話 就發訊息 其實真的是類的 我覺得真的類 有一半類 但又沒有語氣 我也不明白 那人家寫信也是這樣 我也談過寫信 大概 但問題要想一下 寫信 因為你要動的手寫字 又要包信 又要寄郵票 還要買信紙 買信紙 已經代表了一個很友善的舉動 所以不用理 即是他不會特地 拿我買封信 還是屌射他 不會這樣 你用紅筆就可以 我們就會 我們收信 當然要屌射我們 所以試一下 盡量建立一些關係 是開心的 對 我知道你會 謝謝你的教導 羅一鵬我又上了寶貴一課 即是你年紀小小 原來懂得 你做的東西比我們更加偉大 可能為了買保險 我真的有點心動 我真的想買保險給你 你教我這麼多東西 你真的千萬不要推銷我保險 你知不知道這些 不是啊 你個人這麼好 你真的推銷我保險 我真的忍著幫你買 你知不知道他是什麼劇情來的 就是好像TVB那些 拍套戲 處境喜劇 其實在推銷廣告那些 他那些就是 是的 我的保險教你 認識了很多東西 因為做保險 我認識了很多東西 是的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這樣 我對每個客人 都是對自己朋友 我是真心的 是的 我其實不是為自己 這個 很悶 即是勇這些東西 是虛無離的 你覺得我收很多嗎 我其實收很少 我也是為餐飯吃 我只是為餐飯吃 還收得 我只是為了幫你 為餐飯吃 你不懂飯 給我一個機會 我幫你 使命 好 必打 好了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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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還有沒有電話 沒有 不經不過 差不多時間了 那你有什麼投訴 有什麼人要投訴 投訴 我最近有一宗投訴 是 我覺得是人生一大搞笑事 你有答名的 不是 搭巴士 我知道 這次是吃下午茶事件 是 是怎樣的 我們公司有一間很出名 叫 新 圓 的茶餐廳 新刀圓 不要說 下午茶餐就是一個 芝士鹹毛肉飛碟 我都吃了好幾次 覺得非常好吃 有一次我叫完之後 就發現芝士鹹毛肉 就沒有了鹹毛肉 然後呢 我就打回去跟她說 你們的芝士鹹毛肉飛碟 就沒有鹹毛肉 蛤 真的假的 那我們叫同事 送一份給你 我想問 你的芝士飛碟 需不需要再給你們檢查一下 這麼慘就不需要了 他在安慰你 用同理心 然後我繼續吃芝士飛碟 然後五分鐘後 他打回來 我們廚師說想要看一看芝士飛碟 神經病 然後怎樣給你看 我吃了啦大哥 怎樣給你看 他給你一個電話 Whatsapp 發照片給他 神經病 那一段時間 這麼不可思議 不行 要先打給Edmond 然後很不情不願地送一份芝士 下次你問他拿電話 你是不是想看啊 你給我電話 我發照片給你 你這麼想知道 收不到我燒給你 如果你不可以的話 你早就跟我說 我不會吃 對 這個要投訴 之後呢 我也不太敢喊 神經病 很慘的 你進去比較慘 喊什麼都吃不到 我突然想不到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喊外面又少了 我懷疑是你的人那個 刺激問題 刺激問題 真的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網友 想找阿狗幫忙買東西 所以 你先聽說 你去想清楚 有幾個例子 他買漫畫 你知漫畫很難錯看 他買了一本錯看 甚麼是錯看 人們都會反轉 封面是這樣看的 正常的 即是看看正常的 如果你全部反轉 都會接受到 到最緊張的時候 到最緊張的時候 那一頁上下倒轉來引 即是有一頁 有一搭 很奇怪 有一束 這個也是你的問題 第二次我跟阿狗說 不如買這一封吧 錢東西比較好 糟糕買 通常你買的電器 很少會馬上壞 回來沒有聲音 有一邊沒有聲音 厲害 這件事真的很黑 所以大家想清楚 所以 即是名字這些 你改不了 即是五飛 我本身是 他在點點看不看得到 不知道 不知道 但他就問我在哪裏 可以買到一支DVD 是 我本身是打算幫他買的 都沒有 幸好他找到 然後 他 輕輕多謝了我 好 幸好我沒有幫他買 不是他投訴你打回來 看不到的侄 他打上來投訴的 我打Inside Job 我看出來是Outside的 雖然大家都有投訴 雖然投訴大家都有 但最後我講一單是真是開心的 還有我先關掉 說一單是開心的 即是投訴得來是真是開心的 大家如果喜歡打遊戲的人 可能都會試過 其實如果你是打遊戲 遇到有些問題 你決定投訴 去台灣的客戶服務部 那些服務部 是好想到 我試過 我試過 你是不是打不出 打不出 所以我打不出 你會看出來 沒有理由 那個色情電話不是這個電話 現在 他那次說什麼 原來現在很多台灣的遊戲機客服 全部用女人 對呀 美女 男美不美女 我不知道 聽聲音 你只是聽電話 對呀 他放上了一張PofilePick 不是啦 只是追求你而已 讓我們女朋友的照片都不知道 美不美我真的不知道 美不美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全部都是靈性 甜嫩到 我真的有一次 我真的有一次不知道玩什麼 突然間手機 拿不到東西的道具 很冷火很冷斜火 突然就打過去 現在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沒有 但是你只有什麼名字 沒有 但是你太遠了 我那個火上心頭的感覺 立刻沒有冷了 融化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 所以我告訴大家 香港的電訊公司 應該換了這些 換了這些 不是說廣東 不要再說廣東 我要投訴 那些真的激怒到我 真的被人打了 都被人打了 都被人打了 如果你們做客戶服務的 不是 那些做售貨物的 你售貨物的 給我一點誠意 我真的售貨物多次 但現在到今時今日 我依然收到這些電話 第一是什麼 你打來 你明知道你是打來的 對吧 你推銷我的東西 我聽到的話 喂 你先說話 你先等很久 喂 我先說了很久 喂 我們是三打來的 三是這個例子 哈哈哈哈 我不是說三 真的不是說三 是這個例子 我們是三打來的 我就生氣了 其實你可不可以 一早打來的時候 你出聲 你不要讓我等那麼久 這個是第一 第二 第二 你推銷我的東西 是 為什麼要我等你 是 很多是打來 你還拿起電話 一按聽 飛線啊 一打來之後 是 對 你飛什麼 你不是推銷我的東西 你要我等你 唉 System你認識個按鈕嗎 可能是這樣 哈哈 其實還有一款 還有一款 就是 他打了過來 有一個錯誤 然後呢 你很正常看到 咦 可能是二字頭電話 現在不是用三字頭 現在不是用三字頭 二三幾的嘛 不知道啦 你很正常 打過去給他 咦 那些 又是銷售你買東西 那你就不要響一下 混蛋 我又不會打回去 我都會打 我一定不會 如果我今早才試過打電話 我打過去 我跟他說 即是我們這些 真的有人找 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都要回應 我打過去 我喜歡回應 我打過去 那樣是聲探打給你 我怕有 喂 你就是獅牌 吹一招 我的電話 不知道你怎麼教了別人 你知道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真的 進來電視 打過去 打過去 喂 然後他說 喂 我想問有人打一個我的電話號碼 我不說 我先看我的電話號碼 不是 他剩下了一分鐘 在看電話號碼 我們是三打來的 我叫你老母 你如果是做這些事 你都知道 那你都知道 我問一班舖 一班舖 一班舖 真的沒有用 他轉頻道 現在要投訴 還有一個 我也有時候有幾好禮貌 即是黑面我又不是經常黑的 是嗎 黑嘴 你只有睡覺不是黑面 你對 我不說黑面了 黑嘴 即是有時候很多人是怎樣 即是那些人打電話來 即是那些客服 不是那些客服 那些銷售的電話 打到來 有些人一聽到是銷售 就馬上打電話號碼 是的 我只是看心情 我只是看心情 只是一時一時的 有時候錯過 就聽到不聽我先打電話號碼 那你不聽 怎知道他在心情 對 即是聽到之後先打電話號碼 喂 另一方面 我真的覺得這些人應該 打靶 打靶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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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教育 有些人打來 譬如 當作是三 三打來 其實三這陣子是不是很討厭 應該是 那些人都很討厭 都很討厭 都很討厭 那些衣服 打電話號碼 我們是三打來的 我們有個最新的朋友 有個介紹給你 有時候我好心情的時候 我會說不用了 麻煩 為什麼不用了 其實我們還有些 有這些 不是 然後就是 我們還有些好一點的 有沒有興趣聽一下 我說 真的不用了 我有了 麻煩 有了 麻煩 剪掉我 我已經很好的心情 陪你玩了 我已經說了麻煩 給你位置 不用了 你是不是應該有些禮物 跟我說 拜拜或者麻煩 你不是應該剪掉我 但你這樣說 這是個堅名 如果這樣說 我最近聽過的電話 有一間公司 我真心地覺得 她做得不錯 就是CALIFORNIA CALIFORNIA 我也知道你肥的 肥仔 我有看你的節目 知道你肥 我們有個朋友 那你就贊助我 你說你找不到Erica 就幫你減掉她 你就贊助她 但是CALIFORNIA 有些人真的不錯 就是 他們說不用了 麻煩你 那好吧 如果再有需要的時候 這些就好 至少你不會害人討 但是CALIFORNIA 有一件事有害人討 那些人站在他們的房間 那些有害人討 那些人 有一次 是最初用這個手法的 就是拍你的肩膀 跟他們說 咦?給你 拆掉它 有沒有試過 很久以前的 他給了 他給了 他看到CALIFORNIA 放在我的肩膀 拍他 10秒 你還沒覺得 對不起 第二個方法 他們是什麼 喂 好久沒見了 過來吧 聊幾句 不是又認識你嗎 我知道啊大哥 喂 正常人你都會想 難道我真的認識你 對 很正常 我又不會真的要說 真的沒試過說差不得 我試過一次 你試過一次差不得 我試過一次是怎樣 他拍我頭 我頭就說 NANI 他又不認識我了 他都不知道怎麼說 我一開始是這樣的 在樓下而已 那我忘記做完那個節目的動作 就是用完機器然後下去 然後我買麥當勞嘛 我走過 她叫我說說兩句吧 就是因為你麥當勞在其他方人的旁邊 我說我沒空了就買了 買完出來之後 拿麥當勞 你也有空了 我屌你 我買回公司吃的 我也有空了 不用買外賣啦 混蛋 又對啦 我會說 又對啦 又對啦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譬如那些銷售在街上 盡量不要碰 有時候不是隨便被人碰的 我們也不會隨便碰人 在街上三色七日門 為何沒有人碰人 其實有時候有些事情 所以各位網友不要碰我們 會嚇人 最好是什麼呢 你長得英俊 英俊一點 不是啦 你英俊也好 英俊也好 Catifornia也有些英俊的 但我經常都不明白 我會被她叫 你可以叫我 你可以叫我 你可以突然指出來 讓我看 但你不要碰我 有時候真的三色七的 是害怕的 那一刻會害怕你 為何要碰我 或者碰我 我會叫的 會打護苗的 所以你要好的服務 打去台灣派服 那些真是很棒的 扯慢 大家做這行 大家都很了解這個市道 我明白的 什麼市道 就是靚聲的永遠都沒有靚樣 所以我沒有問題的 香港沒有而已 台灣也有的 台灣也有的 香港已經總沒有了 如果有人聽到 愛明的聲音叫客服就知道 你開名 愛明是靚聲的 又靚啊 你們在想什麼 愛明不用做客服嗎 愛明真的漂亮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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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舒服的 好 下個禮拜 不是下個禮拜 未來這個禮拜 未來這個禮拜 未來這個禮拜五 恐武在笑 有一個強勁的嘉賓 就是卓飛 我已經跟他說了 你經常說UFO 神秘東西 很悶 不如有很多人都想聽你的 不如但算了 不要說這麼多 說半個小時 UFO東西就算了 之後一個小時 我們打算來玩他 我們還說 卓飛不如留一個小時 我們來玩你 他說 好啊 經常說UFO都有點悶 那麼順暈 我們來玩 他說 好啊 他還沒試過Chris玩你 玩你那些 玩到攤攤 他就說 玩一下吧 一起玩一下也不用經常說UFO 或者被人定型了 只是說神秘東西 只跟他說鬼故事 而且我們一周年的電視 我們還沒抽 我經常都忘記了 說了很久 其實都是泡沫來的 你分享了 真的會抽 真的會抽 所以我們不抽 好嗎 但遊戲人間 昨天的兩份禮物 就已經PM了大家 好啊 自己檢查 記得檢查 最重要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添加你 你檢查一下 我叫其他郵件商 對呀 在Facebook上 你除了自己的PM 之後 有一件東西叫做 你按一按檢查一下 我們有沒有寫東西 否則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幫不到 所以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已經是貼了大家 在網頁上 也好 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懷疑我們真的被人解僱 所以星期五 請到卓菲未必有節目 所以如果再要見大家 可能真的要做網聚 厲害 結束了嗎 搞吧 搞吧 因為AEA也在幫我們問 我看到 你們又搞得那麼辛苦 不如我們來吧 你們又要聽我們 又要幫我們 搞一些事情 我們真的很大帝 老實在說 這些收貴一點 我們不給錢 對呀 你們不給錢 我上次有沒有給 你當然有 浴場費 大哥 我已經給了 不是這樣的 辛苦的事情交給我們做 我們盡量 看看可不可以在在笑的群組裡面 問問大家想做些什麼 希望我們出帖的時候 所以未加的就快點加 Facebook專業遊戲人間 或者找恐怖在笑的討論區 對呀 我們問問題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一點去答 跟著你們的資料 看看真的怎樣搞什麼 和時間日期地怎樣 我們是非公正的 放心 有Cafee 有Cafee 有Cafee就怎樣了 很感謝你們 有Cafee 又哭了 又哭了 我們預備15分鐘給Cafee 當晚在說說得獎 Take 1 他又哭了 Cafee就說出寫真 真的嗎 對呀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公佈過的 還是不要說 還是不要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的啦 好啦 星期五的時候再見 Peace